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神让我们可以一起来试讲希伯来书 这是多么的美好 也是有福的 一天的开始真的是很宝贵的 让我们从亲近神开始 也恳求神把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 希伯来书九章一到十节 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 因为有预备的账目 头一层叫做圣所 里面有灯台桌子和橙摄柄 第二卖字后 又有一层账目叫做至圣所 有金香炉 有包金的约柜 柜里有成玛纳的金冠 和亚伦发过雅的账 并两块约板 柜上面有荣耀基禄伯的影 照着施恩座 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 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 众祭司就尝尽头一层账目 行拜神的礼 至于第二层账目 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 没有不带着血 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 圣灵用词指明 头一层账目 人存的时候 进入至圣所的路 还未显明 那头一层账目 做现今的一个表样 所献的礼物和祭物 就这良心说 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 这些事 连那饮食和猪斑洗酌的规矩 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 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 弟兄姊妹 神障墓的实体 就是主耶稣 我们来读第一节 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 和属世界的圣墓 圣墓就是会墓 这里却说是属世界的圣墓 也就是说 这个会墓是属世的 是属地的 是暂时的 也不完全的 希腊白书这个结论 对熟悉圣经的犹太人来说 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知道会墓 原本是一个可移动的帐篷 这是摩西在西乃山上 理受从神而来的启示 然后按照神的指示搭建的 借着这会墓 让祭司进去献祭 进去敬拜神 让人跟神可以恢复关系 所以会墓 这个是神跟以色列百姓相会之处 同时也表明以色列百姓 是属于神的 神乐意住在百姓的当中 二到四节 因为有预备的帐墓 头一层叫做圣所 里面有灯台桌子和橙色笔 第二幕 曼子后又有一层帐墓 叫做至圣所 有金香炉 有包金的约柜 桂里有成玛纳的金冠 和亚伦花过牙的帐 并两块约板 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 会墓有两层 圣所跟至圣所 要知道犹太人是很重视圣殿的侍奉 那么这里特别记载了圣所和至圣所中的一些圣物的摆设 在圣所中有摆设十二个橙色笔的桌子 代表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还有七个灯站 这个的金灯台 这表示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位 在至圣所中有约柜 所以说柜里有成玛纳的金冠 和亚伦发过牙的帐和两块约板 很有意思的是 希伯来书强调金香炉是放在至圣所 当你去读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 你就发现到 那里告诉我们金香炉是放在圣所中的 是最靠近至圣所的地方 而祭司们每天早上 或晚上都要在圣所点燃香坛上的香 行敬拜的礼仪 只有每年的赎罪日 大祭司才会把它带进到至圣所内 我们知道每一件的这个圣物都有很深的 属灵意义 但是这一切只是现今的预表 预表将来有更美的实体要彰显出来 就是基督耶稣 所以到了第五节就说 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 意思是说 关于这些圣物是人人知道的 不必多说 这也表示说这些圣物 摆设的描述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这一切只是象征 那么这么多圣物的描述 是要教导我们什么呢 就是要我们明白礼拜的仪式 不能够取代礼拜的态度 有关宗教的仪式 再好的硬体设备 都不能取代能对神敬拜的心 主耶稣说过 我有心灵跟诚实敬拜神的时候 敬拜的内涵和意义 才会由然而生 这样的敬拜 才能够带出美好的我笑来 所以从会幕当中 这一些圣物的摆设 到了新耶 透过主耶稣 就把他们完全表达出来了 今天神的帐幕就是主耶稣 主耶稣已经道成肉身 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他是父神独生子的荣光 成了罪人的救主跟朋友 这是何等宝贵的恩典 感谢神主耶稣完全 解禁了我们的良心 第8节第9节说 圣灵用词指名 头一层帐幕 人存的时候 进入至圣所的入 还未显明 那头一层帐幕 作现今的一个表样 所限的礼物和祭物 就着良心说 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 这里说圣灵清楚的指示 不仅祭司们在圣所的服侍 不能够让礼拜的人良心得到完全 就连大祭司在至圣所 只是在做现今的一个表样 意思就是说 因为人不完全 还会犯罪 所以需要不断的献上祭物 虽然在会幕中 在敬拜的仪式上 已经献上一切的祭物和礼物 人的罪已经得到神的赦免 神的公义也得到了满足 但是人的良心并没有因此完全 人的良心还是不断的责备自己 总觉得自己跟神之间 还是有着隔阂 不能够完完全全的到神面前 接着第10节做了一个小小的结论 说这些事你那饮食和珠般喜酌的规矩 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 命定到正心的时候为止 弟兄姊妹这里说 是关于立位基中的规条 到了正心的时候就停止了 也就是说 旧约星期是有时效性的 过了时效就没有用了 旧约星期是 我们知道这个正心的时候就是主耶稣 来到世上成就了一切 是给我们无愧的良心 弟兄姊妹要知道 旧约中的献祭 都只是在处理礼仪上的不洁 他所针对的都是外在的事物 肉体的条例 例如怎样分辨洁净不洁净的物 怎样去洗涤物品的规定 这些都是为了除去百姓在礼仪上的不洁 根本无法处理百姓在良心上的无悔 问题是今天 弟兄姊妹 我们还停留在旧约的 一文行事的敬拜吗 如果我们想脱离过去的那种一文行事 那么我们需要重新来思想 怎么样去把真实的信仰活出来呢 怎样透过敬拜跟复活的主相遇呢 弟兄姊妹 每当你侍奉神的时候 是否带着信心和盼望 来敬拜 来侍奉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呢 弟兄姊妹 信仰不是靠着我们的好物来选择的 而是要对准信仰的焦点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若不是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切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的 就算我们多热心 就算我们多喜欢 一点意义也没有 所以教会中我们办很多的活动 都必须以基督为我们的中心 明白我们现在的活动的目的 就是要高举基督 让神得着应得的荣耀 生活上也是一样 我们怎样去把基督的信仰活出来呢 当人看到你的信心 看到你的言行举止 就觉得你很不一样 因为你里面有复活的人力 你有永远的盼望 因为有主耶稣成为你永远的倚靠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啊 谢谢你帮助我明白 就算我再热心 就算我花再多的时间读圣经 祷告 甚至全心全力来服事 也不能靠着自己 使我的良心得到完全 主耶稣啊 谢谢你私下救恩 是你在实际上所留的保血 才使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过犯 使我们得着洁净 恢复了无愧的良心 谢谢你 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 Am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